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如這個圖 是某一個時刻 空氣柱中 就是說 這個空氣 它是疏密波 就疏密疏密這樣子 空氣柱中 重波的那個振動位移 這振動位移 以這個位子X的函數圖 空氣分子的位移Y 向右為正 就是說 這個 往這邊是正的 代表它不是往上 它是這樣震動 比如說 這一點的話 這一點代表什麼呢 它平衡點在這裡 它是往什麼呢 往右邊移動這麼多距離 然後這一點的話 它平衡點在這裡 然後呢 它這個時候是往右邊移動這麼多距離 底下的話呢 它是往左 所以現在的話 這裡的空氣分子 空氣分子 都是往什麼呢 往右擠 往右擠 中間這裡的移動位移最大 慢慢就小起來 這裡是往左擠 這裡是往左擠 這個是往左擠 這樣左擠 這裡的話 是往右擠 這樣左擠 那現在哪裡是密布 這裡是密布 這裡是密布 為什麼這裡是密布呢 因為它空氣是往這邊擠 這裡是密布 然後這裡是密布 因為空氣在這裡的話呢 它是往什麼呢 往兩邊移動 所以這裡是疏布 這是密布 往這裡是密布 這裡的話呢 是疏布 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它問說 它說向右為正 就是向右的話呢 是正的 這向左的話呢 是負的 這樣子 好 那麼它問說 向內合者為正確 A選項當然不是 A選項它說假 假的話呢 這裡是假 矣的話才是密布 假的話不是 所以A選項是錯的 再來這個B選項 以空氣密度呢 最小 這個錯啦 這裡的話密布最大 這也是密布 所以B選項也是錯的 這樣看C選項 B位置是疏布 也不對啊 這裡才是疏布 再來我們看看CD D的話它說 位置定 空氣的分子振動速度是等於 這裡的振動速度最大 為什麼呢 你可以把這裡的每一點 它上面的空氣分子 看成是在做那個減血運動 這裡的話呢 它到達那個端點 就每一個空氣分子 在原來的位置做減血運動 做減血運動 那這裡的話呢 它是 到達端點 到達呢 遠離 這個 平衡位置最遠的地方 所以的話 這一點 它是 這裡的位置 它是瞬間禁止的 因為它到達 到達那個 最左邊那一點 像這裡的話 它的速度最大 為什麼 因為它是在平衡點 就是說你一個指點 所謂減血運動 就是一個彈簧 那過來的物體 在這裡震盪 在這裡震盪的話呢 它在端點的時候 速度等於 它的平衡點的時候 速度最大 這裡的平衡點 它下一瞬間的話 因為你波是往這邊前進 下一瞬間的話呢 它是往右移動 那速度最大 那這一點的話 它下一瞬間的話 它什麼呢 下一瞬間的話 它什麼呢 它是往左 下一瞬間 往左 那這個都是速度最大 這兩點都要平衡點上面 所以速度最大 不是等於0 等於0的話 是在這一點跟這一點 甲這一點 跟什麼呢 跟另外這一點 再我們看來這個1 1顯像的話 它是說 位置釘是舒服 這個對的 這裡的話是舒服的 所以1顯像是對的 其他的話都是錯的